复理箱面代表会定期大会29号是由主席叶嘉宏进行质询 他针对了复理箱稻米收购价提出了建议 他认为最近几年农有种植的品种高雄139号 因为气候变迁收益品质不稳定 并从危害造成减产影响到绞交稻谷的价格 希望有关单位可以能够检讨 复理箱代表会定期会29号是由主席叶嘉宏进行质询 关心到复理地区稻米发展以及农有的权益 认为近几年农有种植的品种高雄139号 因为气候强烈的变迁 收益品质比较不稳 并从危害造成减产影响绞交稻谷的价格 叶嘉宏也建议公所能够跟农会或是临近米厂合作 来提高稻米收购价来保障农有的收益 现在的原物料都上涨 万物起长 农民非常辛苦 那气候也不稳定 七成的保障是不够的 而且让农有负担三成的保障 会增加农民的负担 所以 因目前本乡的财源状况 我们能协助全乡的农有减轻负担 并增加农民的保障策略吗 负理乡长江东成说目前透过私人一间一间的向米厂们呼吁提高收购米价 一起来为负理乡农业发展努力 我们负理乡农会 我也感谢负理乡农会 它基本上有云落 会在近期之内 可能会宣布提高收购股价的一个机制 有一个正面的回忆 应该 其他的大米厂部分的话 我再次也是呼吁 我个人会去拜访 其他的大米厂 大米粮的部分的话 粮商的部分 我个人也会过去跟他们拜访 能不能就来参考我们负理乡农会 如果提高米价的一个幅度之后 各大米厂也能够跟进 另外一家红也提出 邻近的取上香稻米发展机制给公所参考 希望公所能够再用点心再推广农业的发展 或是与农会米厂共同来合作 活络地方农业观光以及发展 记者高双双副理箱采访报道